而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来 疫情状况是逐渐的趋缓 在上个星期一连六天出现了零确诊 也让五一连假来到花莲旅游的人数变多了一些 在饭店以及民宿的住房率是比起清明假期多出了六到七成 不过来玩的游客受到疫情不景气的影响 消费能力是明显的不足 面对一连六天的零确诊 五一连假期间或连各地网红景点都纷纷出现排队人潮 随着疫情逐渐趋缓也大幅增加民众出游意愿 在饭店及民宿的住房率比起清明连假更是有明显回温 那因为政府宣布的这个零确诊让大家兴奋人心 所以在这一周呢入户续续一直到六次的零确诊呢 我们增加了大概两到三成的住房率 所以昨天呢住房的状况也相当良好 大概维持是在六成 原本我们在住房状况上来大概都四五成左右 这两天的状况上来讲的话因为天气有关系 所以在临时入住的状况的话会大致上会增加一成 但是今年比较特殊就是之前讲过的临时课变多 临时课就是可能就是傍晚四点多刚进来花莲 大概差不多七点多这段时间这三个小时会变多 跟上一次清明年价比起来有多六成 有有回来六七成 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让旅游业者都好开心 在各大旅游景点虽然都看得见旅游人潮 不过受到疫情不景气影响 民众消费的意愿普遍还是不高 让许多摊翻业者是苦哈哈 纷纷表示希望大家都能做好防疫工作 不要再有确诊发生 这样才能增加民众外出旅游的信心 也让在地店家都能雨过天晴 度过这波低潮 记者许丽晴花莲市报导